李进东,男,26岁,祖籍邯郸市,护村乡人,在短短五个月的时间里,他流窜五省十一市,杀害十一人,在这个世上,就没有完美的犯罪,他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,他被锁定了,此时此刻,他正躲藏在包头市乌拉特前级,典离苏泰村他的战友赵大明家,这个战友是要打双引号的, 为什么说是他的战友,因为赵大明是他现女友的前男友,两人都曾攻克过同一个碉堡,交谈中,李进东洞悉了两人之间的关系,但是他选择沉默,他还要利用赵大明的关系,将自己安顿下来,当赵大明问李进东他与吴海云两人之间的关系时,他笑着说自己是吴海云的表弟 就这样,李进东在赵大明家住下了,有事就在村里打打零工,没事就帮赵大明批批差,看到这里,我是生怕李进东职业病犯了,一切都在朝着李进东预期中的发展, 但是有句话是这样说的,天网恢恢,殊而不漏,警方已经来了,在一天午后,在村长的带领下,警方冲进了赵大明家的小屋,但是赵家只有赵七在家,警方已经生怕又一次让他跑了,询问赵七后,他们方才松了一口气, 此时此刻,赵大明和李进东两人应该在后山踏青,并没有查警,言罢,警方矛头一转,直指后山,就在临近山之际,村长提到了进后山是有两条路的,短暂思考片刻,队长下令,兵分两路,形成包围之事, 再观此时的李进东,他正犹灾犹灾的躺在草地上晒着太阳,突然,他的心跳加速,一股莫名的恐慌感袭来,他知道警察来了,他是撒鸭子就跑了,警方紧随起后,晚了,已经晚了,警方的包围圈已经形成,在一个小山沟,警方给他来了一招瓮中捉鳖,最后这个揪头发,实在是太专业了,历时五个月, 暗犯李进东终于落入法网